过了大约二十分钟 他终于看见 傅思念和张嘉欣并肩从那边走了出来 傅思念 竟然是这种人 风创作戏 剑色起义 不知廉耻 傅思念一进大厅里 就开始搜索羁绊下的身影 当他眼神和羁绊下相接时 他的心沉了沉 佳佳 刚才干什么去了 表哥 你问这个干嘛 我刚才似乎撞破了你的好事哦 佳佳 你胆子也太大了 我说刚才好像听见门响了一下 原来是你在偷看 副总太后急了 我想锁门都没来得及 就被他一把拖进去了 不会吧 傅思念不是不尽女色吗 怎么这么迫不及待 不尽女色 表哥 这世上有不尽女色的男人吗 傅思念啊 缠着呢 气绊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刘晨和张嘉欣的对话 就像是一把把钢刀 不停地搁着他的心 刘总 我家里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表哥 你让我演这出戏 就是为了气这个丫头 对 看来效果不错 这丫头果然上当了 一会儿回去就给你转账 还有那个替身 叫什么来着 她也有份 表哥 你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 要我说啊 让我拖着傅思念去休息时 也差不多了 你还特意去找小倩冒充我 戴我一样的假发 穿我一样的红裙子 便宜你那司机了 冒充了一把傅思念 把小倩回身上下都摸病了 做戏 当然要做全套嘛 不让某人亲眼看见 她是不会死心的 牛逼的副总 还不知道她被人黑了一把 真是大快人心啊 很恋恋不舍啊 记得多想想我 有一身心健康的 不敢 我怕死得更快 基本下 说真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我 我要钱有钱 要长相有长相 要肌肉有肌肉 而且还单身 也没有什么怀孕的老婆 你跟着我 一点都不亏 嗯 好 我考虑一下 记办下也没把刘真的话当真 那什么时候给我答复 你生日那天答应我 怎么样 好啊 要是那天下雪 我就答应你 她的生日在下个月 七月的天气 怎么可能会下雪呢 好 一言为定 要是那天下雪 你就答应做我的女朋友 喂 我开玩笑而已的 你别当真啊 刘总多保重 再见了 记办下回学校 在华晨的就业协议上签了字 现在 她对傅思年只有失望和鄙视 唯一让记办下放心不下的 是连翘变得有些沉默了 有时还会有点魂不守舍的样子 姐 我的眼睛还能再好吗 能像正常女生一样吗 会的 连翘的眼睛一定会好的 你相信姐姐 嗯 我信 姐 你明天不是要去华晨上班了吗 帮我带一件东西给傅哥哥 好不好 你要送什么东西给他 为什么要送给他 送一瓶纸叠的星星呀 上次傅哥哥带我去城华庙玩 我没什么感谢他的 所以跟宿舍的同学 一起叠了一瓶纸星星 想送给他道谢 他忘了连翘只有16岁 正是爱玩爱闹的时候 连翘对傅思年 应该就是傅哥哥带我出去玩 还给我买好吃的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了 虽然他接下了连翘的礼物 但他真的没有想好 该怎么给傅思年 第二天 继扮下起了个大早 建了公司 找到人力资源部 继扮下和赵元拿出材料 开始报道 去总裁办报道吧 你们的人系关系在总裁办 总裁办 进了总裁办 就意味着他会有很多很多机会 碰到傅思年 总裁办接待他们的 是第一秘书赵伟婷 一个很温和的年轻男人 报道很顺利 几乎没为什么事 目前暂时没什么事 你们先熟悉一下公司流程就行了 傅总出差了 三天后才回来 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今天 他将会在公司预见傅思年 工作场合一向正装出席的傅思年 很难得的穿了一件白T 哇 BOSS来了 穿T恤也好帅啊 小冯 去准备一下会议室 通知财务部 合同预算部 工程部 研发部四个部门的总监过来开会 小姐 你去准备一下会议室 把茶水泡好 再把通影仪准备好 算了 这种仪器 应该也没什么难的 祭绊下又环视了一圈 觉得没有什么纰漏了 便调好空调的温度 关上门 回到了自己的工位 祭绊下 你怎么回事 刚才不是让你准备会议室的吗 怎么通影仪都不开 小福姐 怎么了 我第一次用通影仪 不太会操作 是出事了吗 通影仪你不会用 你不知道问我呀 现在好了 财务总监看见通影仪没打开 自己下折腾 结果给弄坏了 会开不成了 Boss的脸 黑得像锅底呢 这通影仪也太娇贵了吧 摆弄几下就坏了 哎呀呀 算了算了算了 你也不认识人 我去借吧 你赶紧去会议室 赴京请罪去 纪班下走进会议室的时候 里面很安静 傅四年坐在右手边第一个位置 面沉如水 会议室是你布置的 投影仪都不会用 那还来划陈上什么班 纪班下看着他 知道他大概就是那个财务总监 傅四年看着他 没有阻拦财务总监 似乎在等着看他的反应 不好意思啊 是我的工作失误 以后我一定注意 开会时 傅总都坐右手第一个位置的 你把茶放那什么意思 傅总坐在那个位置上 怎么看墙上的投影 我刚入职不久 这些细节确实不清楚 以后我会向同事多请教的 羁绊下没看傅四年也知道 他一直盯着他 嘴角似乎还有一抹 若有若无的笑意 幸在乐祸似的 看我被人寻斥 很快意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出去了 等一下 留下来做会议记录 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议终于结束了 会议记录半个小时之内 整理好发给我 抄送四个总监 提交赵伟廷被等 好的 傅思念偏不走 不仅不走 还好整以暇地靠在办公室的门上 依附等他的驾驶 傅总 老家让让 马夏 你能来华晨 我真的很高兴 是吗 那我辞职好了 怎么跟我说话就像只刺猬似的 把对财务总监的工顺 拿几份出来送给我 好不好 因为财务总监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没有对我表达出任何的私人关心 结果 祭拜下刚回到工位上 赵元的对话框就跳了出来 你小心点 这个秘书办啊 感觉按流涌动啊 咱们一定要谨言慎行 远远 谢谢你好心提醒 小福姐 三天的时间对我而言实在太赶了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 做起来不是很顺手 要不 还是按以前说的 给我一周的时间好吗 不是我不想给你时间 是赵维婷那边催得急 马上就要开年终大会了 这些统计表都是负总亲自要的 好吧 我尽力 下雨天的美丽丸